所以我觉得我理想当中的爱情 第一个是要投缘 我觉得两个人一定要聊得来 就是一定要有相同的爱好 或者说是你们的世界观 价值观 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就非常聊得来的 有默契的一对演员 我都从来不对他的 非常信任 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就是信任 你不仅仅是喜欢他的好处 你可能也会包容他的 不足的地方 非常信任 我觉得这个灵感 最主要还是来源于 彼此之间的信任 就是我们已经活在了角色当中 然后相信我们角色当中的 这种关系的设定 所以就会有很多 正常情侣会在交往过程当中 出现的一些小的一些 即兴的东西 就会很大 白老师你谦虚了 你呼吸这么棒 好 只怕过点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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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他呼吸肥复 第三点的话就是一种 可能和陪伴这个词语比较像 就是一同的成长 就可能刚开始两个都是谈恋爱为主 但是在你们两个的接触过程当中 可以不断地成长 从最初的激情 然后可能会慢慢变成一种 细水场 做人方面不过为人处事之间的道理 然后我就很受用 你知道你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很受用 什么话 所以他跟我说 因为我们老开玩笑嘛 我说你什么活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跟我说 白鲁你老说我这个 他说其实 我并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 他说你以后如果有一天 你到了一个位置 你也不要真的把自己 当成这个位置的人 然后你才能再往下走 哇 这时候我说不到现在 真的 真的 谢谢 不是 其实千言万语 慧晨一句话就是 做人要真诚 然后一定要脚踏实力 就这么讲 就他真的很好 非常好 各个方面